台东美术馆去年开始为了推广艺术教育向下扎根开始和在地独立艺术工作者们合作 为大家带来许多DIY的艺术创作课程 让艺术不再是遥远的距离 美术馆自去年起为推广艺术教育向下扎根 开始与在地独立艺术工作者们合作 为大家带来许多DIY的创作课程 让艺术不再是遥远的距离 这次活动圣诞雪障亲子创作 就是以面粉代替白色雪花 这是多多老师想出来的创意巧思 圣诞的活动就会联想到白色 白色就会联想到面粉 就想说让孩子们用面粉来玩创作 把家里可能不会让孩子玩的面粉游戏 带到美术馆户外 让亲子们进行挥洒创作 爸妈们跟小朋友们都玩得很开心 很有趣的 亲子互动 可以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然后老师的教导也非常的有趣活泼 这个是生诞室 还有两个一起带为第二个方式 除了现场用面粉创作 老师更希望可以将这个创作带回家中 延续亲子间的互动 就是抓面粉来玩丢面粉的游戏 然后接着我们就用面粉来进行创作 那这些创作他们都可以就是带着回家 再继续再继续玩 而不是说我只有来到美术馆才能来玩这样子的一个游戏 今年的课程已告一段落 明年也将继续推广一系列活动 如果有兴趣的民众 欢迎至台东美术馆粉丝专业查询 一起参与艺术体验课程 记者陈彦如台东报道